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来聚焦一下 昨天习近平见了所谓的中国老朋友 讲的是季辛吉 白岁的季辛吉还特别因为忧心中美关系 去了一趟北京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标题也提到了 习近平会见季辛吉 要探讨中美两国正确的相处之道 就是因为现在美国人是不是相处 都是这样子翻来覆去 反反复复 已经让中国人必须要教教你 你要跟我做朋友 请你要有怎么样的一个相处之道 那我们来看看习近平也特别跟季辛吉讲说 我们中国人重情重义 不会忘记老朋友的 来听一下 一百岁 一百多次到中国来 这两个一百啊 合成了你这一次啊 具有特殊意义的访论 中国人呢 不忘了 中美关系 永远和季辛吉这个名字啊 实验在一起 中国人民 将永远记住 我对你啊 表示高度敬意 好所以可以看出来 这个当然习近平非常开心 这个季辛吉的来访 那美国方面就讲说 期待季辛吉能够分享访华经验 但是呢 这个美国的官员不能会晤李尚福 这个柯比讲说 挺令人遗憾 一个公民可以 但是呢 美国却不行 这是我们目前最想解决的问题 不忘记老朋友这样子的一个会见 CNN的解读 他问了一下 这个新加坡的 这个国立大学副教授 他其实也是 这个李光耀基金会智库里面的一个教授 他有提到说 习近平区别对待来访者 是为了向外界发出讯号 那也就是说呢 习近平希望见的 也愿意见的是 为大陆发声的亲中人士 这是一种分而置之的一个策略 那再来看看 现在这个季星级访问北京 当然人家讲说 他是为了中美军事而去 那另外看看这一个 也有学者解读 季星级跟李尚福的会面 可能不足以改善中美军事关系 但他或许也传达了某些讯息 因为北京对于解除李尚福的制裁 十分的坚定 可是呢 这一位学者周波认为 华府可能不见得会解除制裁 但是美国也没有其他方法 因此他也不确定 现在华府该怎么办 或打算怎么做 就变成一个僵局了 那美国众议院呢 也在那边跳脚 就讲说 奇怪了 这个拜登政府 怎么接二连三 高层接连访中 这是不是一个僵尸外交 说去了半天之后呢 结果都没有看起来 好像有什么样的转环 是不是拜登企图 让这些接触政策 起死回生 跟北京进行僵尸接触 把改善这个中美关系看的 比这个北京改变恶意行径还来的重要 他甚至还讲说 这侦察气球 你都没有向这个北京方面追究 怎么还是 我们全球追着大陆的外交关跑 仿佛我们需要道歉 而不是中国大陆 这当然是来自 这个可能比较鹰派的一些说法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 现在当然兵凶战委 还是持续当中 特别是中俄联手的军演 已经开幕了 看到了这个海空的这个兵力 在日本海这边大秀肌肉 那非常多的这些什么驱逐舰 齐齐哈尔舰 贵阳舰 飞弹护卫舰 藻庄舰 日照舰 综合补给舰 太湖舰 组成了携带舰载直升机四架 这次演习就是维护海上的战略 通道的安全为课题 所以围绕着海空护航 还有威慑驱离 毛底防御这些多种科目 展开相关的演练 那另外我们看到 菲律宾也要求说 在南海这边要清场 清场什么的 他们说宣布要维护南海的主权 对争议的海域进行相关的清场作业 另外我们看看 这个也是算是 美国的一个机密报告 他说发现现在美军最新的统计 如果要满足 现在拜登政府预设的一些 安全战略的所需 现在还差了80艘的舰艇 远低于所实际需要的381艘 也就是说现在大概只有300艘左右 那其实在之前 就是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 他在这个书中就曾经爆料 他说其实大陆的海军正在崛起 就海军的作战能力而言 大陆中国大陆是一直在狂奔 但我们美国是在慢跑 他们已经拥有 美国华府无法批敌 不愿批敌也无法批敌的优势 就算我们在有钱 目前也没有足够的造船能力 来确实增加我们每年建造的军舰数量 所以在海上军舰的方面 美国是一定会在前头 可能会遇到中国大陆的军力 等于说直接的威胁 他就说我们在那边慢慢走 人家早就超车了 那我们另外来看一下 这个艾斯培其实跟季辛吉 还有一个关联性 就是川普政府当时在2020年的时候 对五角大厦的人员开始开杂 第一个就是开除了艾斯培 还有多名高阶官员 后来又对于外交 国防政策方面又开始开杂 所以季辛吉也是等于说 跟艾斯培差不多同一期 同一批全部遭到川普开杂的 这样的一个人选 那因为他讲说 这些人都是比较讲实话的 川普比较听不得 所以大家通通都因为这样子 而被川普给开杂了 我们来问一下两个 季辛吉就是 我们知道他那个上海公报 五十年前开启了中美破冰 那近期的基本的 那个国际政治的思想就是 大国要平衡 那避免大国陷入战争 因为他认为这样 就会变成世界战争 所以他一辈子就是在研究 如何避免大国发生战争 那他越来越忧虑 觉得美国很可能会在几个点上 他不自觉的就会陷入一个没有办法逆转的局面 那当然主要就是跟俄罗斯跟中国 那俄罗斯 知道季辛吉本来也是主张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 那结果还是发生了嘛 那结果俄乌战争爆发了 那另外一个就台湾嘛 所以我是觉得 基本上季辛吉是认为 美国目前那个态势并不是要搞大国平衡嘛 而是要全面打败中国 那个味道越来越强啦 共和党跟民主党都是如此啊 那可是大国之间是不能真的发生战争的 只要发生战争 现在还是变成核大战 那更不要说他会牵动 很多其他的国家都卷入 所以他一辈子就是要阻止这件事啊 所以你看他到中国大陆 第一个就见李尚福 就是他知道 这个美国跟中国的军方 如果没有恢复沟通管道 季辛吉是认为非常危险的 那可是呢 他又没有这个权利 因为中国大陆其实底线也都非常清楚啦 就是你要见李尚福可以啊 你先解消人家的制裁嘛 那拜登就是卡在国会嘛 因为这个当初有一个法源啊 他如果要解消 他必须要修法 那共和党现在怎么可能让你修法 他就卡在这里 那可是拜登你要拿出你的决策魄力啊 事实上所有的问题 我觉得北京现在亮的底线都蛮清楚的 比如说叶伦去 他只是不好意思讲美债啦 可是北京也跟你讲红线嘛 不是红线啊 就是说我们就是有五个要求嘛 财政部的声明写得很清楚啊 李贸易战要做处理啊 科技制裁要做处理啊 那比如说John Carey去谈气候问题 那中国的那个要求也很清楚啊 你先取消对新疆产品的制裁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中美关系不是在打迷糊仗啦 不是说搞虚的不是 双方的诉求都非常清楚 那可是关键是拜登做不出决策 所以真正关键是拜登自己啦 所以这样子如果说李尚福跟奥斯丁没有办法对话 真的是一大问题哦 其实艾斯培有提到说 他这个回忆录里面讲到 他跟这个魏凤和哦 是可以有直接沟通的 是有这个相对应的交情的 所以双方可以设下一些这种防护栏啊 叫避免擦枪走火 可是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像走向的这种危机 双方是越来越不沟通 也就是说危机是不是越来越近呢 我们来问一下杰老师 对其实这个季星级到大陆 第一个建的大陆的高层观点就是李尚福 那很多外界的评论都认为 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讯号 他是真的是把中美之间 现在最敏感的问题 当做他此行很重要的 想要达成使命的一个项目 所以他跟李尚福讲的话 外面后来报导出来 浏览出来 他就很重要一句话 就是说中美双方都承担不起 将对方作为对手的一个代价 双方以对手互相对待的话 他说这个代价双方都会承担不起 也就是其实中国大陆讲的 就是斗者两败俱伤 两个都是核子大果 对所以就变成季星级 我觉得他应该是 真的是老利福祭 他虽然过百岁了 他还是为了就是中美之间的和平 做这个在奔走 因为他对他的历史攻击就是 成功了化解在上个世纪 大概70年代 70年代化解了美中之间 中美之间对立跟仇恨 那么让中美关系正常化 这是他可能他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工业 那他也不希望在他有生之年 他的工业毁于一旦 那所以他这次我觉得真的是不远千里而来 手不远千里而来 那是带了一丝善念的 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后来就政府也正式出来 说季星级没有受到任何 他是怎么样 他是代表他自己 不代表美国政府 那么另外一方面 美国的这个国安会的发言人 Kirby还说 还忧了一磨 他说你看一个季星级 一个平民 没有人平民都可以见到美国的 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 美国的国防部长反而见不到 他们对老人家很不尊敬 对他就是说 他说这就是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美国的国防部长在国际上的地位 大家这个遵从的这个程度 那比季星级那要轻得多 分量来讲 事实上季星级的分量是远大于 美国这个国防部长 美国国防部长 最后人家不忘记他的话 就是他写一个回忆录 像ASPER一样 那所以季星级可是别人替他写书 他没有自己写书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分量 不过这也显示说 连季星级都觉得美中今天的关系 非常的严重 对不对 所以整个我们台湾 如果要往这个里面去挤的话 像蔡英文就往这个美中冲突里面 去想要办一个角色 还有另外一位姓赖的先生 还说他要去白宫 去凑这个热闹 就完全对现在国际政治的紧张状况 是一种无知状态 幼稚状态 拿台湾人的生命财产 在开玩笑 好 赖老师 我觉得季星级到中国大陆来 当然也是受到委托了 虽然美国的国务院说 我们没有委托 但是他后面又承认说 他一回来以后 那我们马上就会跟他有会面 而基金级在跟中国大陆的 对话的过程中 还在访问的过程里面 就会说他一回去的时候 会跟拜登见面 那这个就是已经讲得很明白 就是拜登也希望他能够帮点忙 那拜登希望他能帮点忙 那等于是要榨干他的剩余价值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中国人重情重义 那中国人重情重义 中国人跟这个基金级有很深厚的情感 那基金级他也是从中美建交开始 就是上海公报开始 一直到现在 他基本上对中国的态度都没有改变 也就是因为他的不变 所以他才获得中国的信任 而不是像现在的美国的政府 嘴巴讲一套 做的又是一套 就是不断地骗 不断地骗 不断地骗 这个一讲到骗骗骗 就又让我想起民进党 就是骗骗骗的这个政党 好 一直不断地骗的情境下 就失去了大陆的政府 对于美国政府的信任 所以当然你见不到面 那你美国政府自己应该检讨自己 为什么你见不到面 我觉得第一个 要跟你上府见面的 就是希望能够恢复 军事的沟通管道 那我觉得不可能 这个任务不可能完成 第二个跟王毅见面的 那就是希望能够 管控彼此之间两国大战的危机 我觉得一旦到习近平的时候 基辛吉就对国内讲话了 已经不再只是对于大陆讲话 主要是对国内讲话 就是尤其是对拜登跟共和党的 所有的政府官员讲话了 讲什么呢 包括国会议员 上海公报才是永远不能变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习近平就回忆 他的这样的一种温情的 这样的一个讲法 最后给我一点时间 我谈一下 我觉得这本书 就是提到了一触即发的这本书 你刚刚提到的有关于 他对于海军的评价 就是中国海军的评价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 他首先他是采用三段论述的方式 他第一段的论述 就是先把中国的海军扁下来 说中国海军的盾位 比我们的盾位少 因为我们有11个航母战斗群 中国没有 第二个我们有70几艘的核动力潜舰 中国没有 我们有大型的巡洋舰 中国没有 中国都是小船 所以他先采用把中国扁下来 接着又把中国捧高高了 说中国的造船能力很强 他潜力无比 所以他新型的这种 导弹驱逐舰 护卫舰 不得了 然后他现在的造船能力 占全世界40% 不得了 提高了 先扁再提高 最后一个结论 增加国防预算 这个就是他的理论 但是跟各位报告一下 2018年的时候 他自己说的 那个时候中国的造船能力 占40% 2022年中国造船能力 占全世界47% 韩国第二名 日本第三名 综合都不如一个中国 那你就可以知道 中国大陆造船能力 突破50% 也是不久的将来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光庄忙回来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美国 是不是急着要挑拨中俄 因为俄军连续三天 轰罩阿德萨 结果真的是传出一些 这个插曲 就是中国领事馆的外墙 玻璃窗就被毁损了 那阿德萨的州长讲说 因为这个俄罗斯在夜间 发动了空袭 所以这个中国驻阿德萨的领事馆 出现了一些损伤 那另外这个乌国的国会议员 讲说 对啊 那你北京在这件事情上面 有没有要表达什么呢 有没有表达你们的愤怒呢 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提到 相关人员已经撤离 没有人受伤 所以微博上面就热议啊 讲说 美国的这些媒体们 要炒作俄罗斯烧了准备运往中国的粮食 今天又炒作俄罗斯震碎了中国的使馆玻璃 乌贼们辛苦了 甚至还在讲说 这个意外事件的炒作啊 这个反正感觉上面啊 就是美乌啊 要拼命挑拨中俄之间的关系嘛 也引发了大陆网友的一些讨论哦 再来美国现在也想要搞坏 跟朝鲜的状况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美军逃亡的过程 现在曝光了啊 就说框片 这个护照弄丢了 所以没有登机哦 结果后来被北韩的军人压上车载走 那五角大厦已经针对这个美国大兵的事件 向北韩的军方联系了 但是北韩目前还没有回应哦 所以现在看起来美国大兵有可能 接二连三的这个事件突催之后 会不会引发核战啊 因为现在朝鲜的防长就说 这个核潜艇停破在这个釜山港 已经符合平壤动用核武的条件了 所以此话一出也让美国这边就觉得 感受到一种这个是不是朝鲜非常的不满呢 因为你看看他的防长怎么讲 朝鲜共城 这个已经对朝鲜共城最露骨跟直接的核威胁 已经符合朝鲜当局动用核武的相关的条件 所以使得美国日本韩国要赶紧单独峰会 说要来应对北韩的威胁 另外来看一下美中中美之间的科技热战 美国现在国会要调查几间创投公司 对于大陆的科技投资 然后据称他们说 这个我们民主共和党一致认为啊 不想要养虎为患啊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他们现在调查这几家公司 就说彭博有报道啦 就国会致函了这四家的投资公司 就说这个好像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半导体 相关的技术是有所连接的呀 这个中国大陆的企业没有真的企业啦 全部都有官方色彩 就是要这样子来抹红这件事情 所以华尔街日报提到 这个驻华大使伯恩斯 都还被你们中国大陆的骇客入侵啊 连这个驻卿达康也都中招啦 就讲说你们中国大陆不但是偷技术 还有骇客啊 种种的事情都朝着这个美国针对而来 那他说有十万封涉及美国政府 跟个人的电邮都被泄露出去 伯恩斯跟康达虽然被入侵 但是其实是仅限几封 这个非机密的邮件收发 但他说这恐怕会让骇客能够了解 美国高官近期访华行程啊 然后对于美国对华的政策的一些内部讨论啊 骇客就是瞄准这些高级官员 负责中美之间关系的高级官员在做事情啊 那我们看看汪文斌的回复啊 他说你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骇客帝国 跟网路窃密者呢 所以现在看起来 双方这个局势对立角力不断 甚至还有许多的插曲 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蛮奇怪的啦 因为给人家感觉就是 美国的情治单位啊 跟拜登是对着干这样啊 就是拜登现在一方面派 陆续派高层去访问中国啊 然后另一方面 他却让他的情治单位不断释放对中国 就是说中国一直在对抗我们 在偷我们的讯息 这两个逻辑是相反的啦 相反的啦 比如说723 7月23号 他们现在也酝酿说 你要不要公布进一步的科技制裁嘛 这个比如说对那个NVIDIA啦 或Intel的那个特工晶片 要不要禁止出口 那你也看到共和党的国会磨刀霍霍啊 他现在举办听证会 叫那个美国的创投公司啊 来说你到中国投资了多少钱 那这个也可能要拿入723的宣布啦 那中国大陆也在看你啊 所以为什么你看 最近不管是叶伦啊 或者John Kerry啦 近期啊去大陆 都不会有立即的成果 因为你美国内部就是 矛盾的讯息一直出现嘛 那我怎么跟你互动呢 比如说我怎么知道你7月23号 会不会进一步公布制裁的项目 那你如果公布 我讲白了啦 中国那个者跟家的反制 8月1号也要上路啊 那一定反制的嘛 所以你几乎可以预期就是说 8月之后 他那个者跟家的反制 一定会针对第一个针对荷兰 他可能先针对日本啦 因为日本半导体已经制裁了嘛 荷兰9月才有宣布 所以他可能先日本第一个被反制 接下来就美国啊 因为美国你已经反制 你已经制裁人家那么多了 所以你几乎可以预期那个氛围 就是非常不好的氛围啦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情志单位还在丢 说中国在嗨我们 我们的email有被嗨 那甚至那个更奇怪的是 Romando他要去访问中国啊 商务部长 然后商务部长说 他的email也被嗨 而且他就只说是中国嗨的 你的email被嗨 你还要去访问中国 所以共和党就指名道姓 我还看到华尔街日报啊 这是亲共和党的报纸 就直接写一篇文章啊 说Romando你去中国 第一个先处理你的email问题 叫中国立刻解释为什么 嗨Romando的email 你这个也没有 就说你如果是一翻两队 也证明是中国嗨的啊 那两国我看也不用来往了啦 这么严重 对啊 对不对 那你如果不是真的 那你还不断丢这种讯息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 美国自己内部举其不定 好来问一下赖老师 我觉得要挑拨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 借由这一次 奥德萨港口的轰炸 我觉得这个效果不好 为什么 因为道理很简单 你看大陆的外交部已经说了 这一次炸的地方 它是正坡 就是爆炸以后产生的正坡 把它的玻璃 有一些地方震碎 所以俄国连续三天的轰炸 很明显的是采用很精准的攻击 而且这一次的攻击 奥德萨的市长 他都承认说 这次的攻击 是这几十年来最猛烈的一次攻击 而且损害的情况非常严重 这个会使整个奥德萨的港口 在运输 他们的乌克兰的谷物这个部分 要往外输送出去 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困难 这个部分里面已经看起来是成为事实了 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 会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接着乌克兰就势必往陆路走了 那你已经看到了 东欧五国已经站起来反对了 东欧五国已经沿正以待了 也就是不让乌克兰的谷物走 陆运的这条线 因为他已经跟欧盟提出 他们的要求了 说不准他们的这条线走 走他们 因为他们担心了 因为这些国家都政治上 基本上是蛮腐败的 所以他担心乌克兰的谷物 那么经过他们的时候 沿路卖掉 如果沿路卖掉的话 就坏了他们的所有的股价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 你看他们也不准乌克兰的 这些粮食往外送 那你想第一个 世界的粮食危机会发生 第二个 乌克兰的财政会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 乌克兰的民众的这些农民的收入 会大量的减少 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我觉得 尹锡悦本身要好好的思考 你不要当韩国人的罪人 为什么 因为你把美国的核动力潜舰 拉到釜山这个地方来 你没有阻止 你同意 你还上舰 你破坏了整个朝鲜半岛 无核化的这样的一个主张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你非但不能够因为 美国的核武进入你的韩国 获得核保护伞 核安全的保护 你反而使朝鲜把你当成一个核攻击打击的一个对象 这个其实是给朝鲜半岛的核战的危机风险一直在升高 以目前来看 你看到朝鲜就是北韩 在当天马上发射两枚550公里的短程导弹 而这一艘核动力潜舰停的距离就540公里 所以等于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范围内 那如果这个短程的弹道导弹装成核弹头 韩国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尹熙悦的这个做法真的是有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 美国的国会的手伸到美国的企业 坦白说这个对美国企业的发展非常的不利 为什么 各位想想我们做生意的 我们家族也都是有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企业他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或是在扩厂或是海外投资的时候 他是考虑到他的营商的环境跟企业发展的 而他现在更要担心动不动就被调查 动不动那么就会被拉去听证 他的投资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美国的国会的手伸太长 对美国的经济发展企业发展会造成很深远的 负面影响 好 杰老师 其实朝鲜半岛其实风风雨这么多年 可是最近一段时间的改变 如果真的很客观的看 就是朝鲜还是朝鲜没怎么变 南韩已经不是南韩了 所以这个情势就要大幅的转变 那么一切韩国的影习乐上来 他要发展核子武器 过去韩国没有一个政府要搞核子武器 他要发展核子武器 结果搞了今年4月26号的华盛顿宣言 他在华府不是唱American Pie吗 性质很高 结果签了一个华盛顿宣言说 里面就提到说 美国的核子武器的这些航舰 会到韩国来访问 所以这次美国的战略核子潜舰到釜山 是42年来第一次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现状 破坏了过去的一个平衡 那这个影习乐还跑到核潜艇上面去 他说我是美国总统以外 第一个踏上美国核子潜舰的 一个什么 一个外国总统 奇怪了 你踏上去这个潜舰就变成你的吗 你踏上去以后 你韩国就变成世界第一强国了吗 这句话跟赖青得要去白宫有点像 有点像 所以两个难兄难弟 这个一南一北呼应 可是他把整个朝鲜半岛的情势 搞得现在兵凶占尾 本来是往和解方向走 起码那个时候 文在寅在往和解方向 现在是怎么样 对立越来越升高 你说什么时候 韩朝鲜的国防部长说 现在已经到达韩朝鲜 使用核武的这个标准 这个已经是很明确的 这几十年没有听过这句话 对所以而且是这谁打呢 我不晓得 然后南北韩都是大韩民族 同一个民族 彼此之间用核子弹互相攻击 这个全世界会引起笑话 对不对 一个民族如此的缺乏智慧 让自己的内争变成核子攻击 异国之间只有美国修理过日本人 美国人打内战也没有用到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核武 谁打内战用核武 所以现在我觉得韩国这个情势 自从尹锡悦先生上任以后 已经在根本上做了改变 我觉得COVID的讲话很有趣 他有点埋怨 就是说你大陆 你可以见民间的美国人 然后我们政府 你为什么都不想见我们呢 这样不太好 尤其是李尚福 寄信给一个老百姓都可以见得到 我们这么高的官 想跟他见面都见不到 希望能不能改善一下 会不会调整一下 我觉得他应该要自己反省一下自己 就是美国人 中国大陆已经多次的说 你要言行如一 你说的跟做的要一样 你不要老是说一套 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那一次 两次 三次 讲的半天都没有用 那美国的官员一直到中国来 讲的又是一套 回去以后又变脸了 就不断地在玩这套 玩到最后 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失去 对美国人的完全的信任 连一丁点的信任都没有了 没有任何信任 也不再有耐心了 那就习近平已经定调了 我们寄希望于美国的民间友人 那也就是对于现任的拜登政府 其实就冷遇了 从此以后 我估计会冷遇相当一段时间 就是你要来谈就来谈 但是绝对不会有谈出结果来 就是你谈你的 我谈我的 谈完以后就送走 你要再来再谈 你谈你的 我谈我的 谈完就送走 但是对于美国的官员 永远就按照自示的方式 就是这样做 但是对于美国的民间的友人 像盖茨 那就以上兵来做 所以你看盖茨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 跟习近平也是以客人的位置坐在那里 然后寄行挤来 也是以客人位置坐在那里 我觉得这个态势会一直走下去 那也就是美国的政府 现任的拜登政府 中国大陆已经不打算 主动的来跟你打交道 而且永远都是被动的 能冷的 但是你要在谈判中 来为你获得利益 不可能的事情 从此以后 大家就这样玩到你 这一任结束为止 如果你连任了 那我们就再继续下去 如果你改超换代了 那就我们重新跟共和党来交手 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我们估计 这个战略大概是走这一阵子 那美国的印太司令 他当然也是埋怨 说我们已经邀请这个李尚辅 来参加我们的国防部 部长的会议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会议 但是中方有没有收到也不知道 然后但是确定不会来 因为连理都不理我们 连说我收到了也不说 然后要不要来也不说 要来不来都不说 完全没有消息 但是这个谢峰是会去的 那就代表国务院 外交部这个部分已经收到了 但是在军方这个部分里面 就是跟你任何的沟通管道是没有 也就是说 其实那是美国人试图 要跟你用这种方式 你如果收到了 你看我们恢复沟通管道了 你如果回应了说我们不来 我们已经恢复沟通管道了 那中国大陆的态度就是 石沉大海 我没有告诉你收到 我也没有告诉你没收到 我什么都没有理你 那这个就代表沟通管道是还断的 那金星级当然 因为金星级是一个很特殊的官员 为什么 因为金星级卸任之后 这么长的时间 他没有改变他的立场 他的立场就是上海公报的精神 内涵不能动摇 这是对国内说的 他从卸任以后到今天都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他取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 那其他的美国很多的官员 卸任以后讲的另外一套 上任的时候 一回到台 一卸任马上到台湾来捞钱 然后又讲的另外一套 那这些人都没有信用 不过我觉得 秦刚的问题就猜猜猜 谢峰其实有一些讯号了 是 他说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他在 因为他当时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那个主持人就一直一直一直逼问 然后谢峰跟他回答说 我们再看一看 那也就是说你再看看 那我觉得目前来讲 继续猜吧 继续猜 好来请教老师杨永明老师 季辛吉 他是1973年到1979年的时候 做尼克森 然后福特 从国安顾问 做到国务卿 他那个时候 全世界是非常动荡 从亚洲到欧洲 到中东 中东战争 到拉丁美洲 各种的这种动荡政变 美国都有参与手 完全是他自己 在鼓掌之间 基本上在控制 这个世界秩序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1954年 他从哈佛大学 拿到了博士学位 1954年 没有错 因为他今天已经100岁了 真的 我是觉得他在北京 说因为大家都想去看他 你想不想见见他 当然 如果有机会的话 100岁的季辛吉 对不对 所以不要 不要给予太多复杂的解释 他在1954年 从哈佛大学 拿博士学位 你知道论文题目写什么 他写1812年到1822年的 奥匈帝国的首相 叫梅特涅 那个时候19世纪 刚就是说 整个结束战争之后 奥匈帝国控制了 欧洲的秩序 我们把它叫做欧洲协调 也就叫做大国协调 大国 澳匈 法国 英国 俄国 西班牙 后来西班牙的王位 还是由他们决定的 这个继承 就是大国的协调 决定了欧洲是 秩序 国际秩序 然后呢 梅特涅 维持了整个19世纪上半的安全 他是非常羡慕的 我觉得当然 他的这个业绩 有没有超越梅特涅 我觉得至少 类似 那现在大家对他的认知 就是历史似乎不断地在重演 19世纪的上半 70年代的冷战 现在进入到21世纪的中美的新冷战 虽然我们看到的是半导体 看到的是新能源 看到的是这些 这个气候变迁 但是呢 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变 都是权力 power的竞争 权力从以前的军队 算人头 算土地 算殖民地 到现在算科技 算这个先进制成 算就是说你的这个军力 你的盟邦 就没有变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大家对晶晶级的这个回顾 一定 虽然他现在百岁了 但是呢 我觉得其实 他提供的一些讯息 还是值得参考 最后 李尚福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 美国真的要自己 在今年下半年 把他那个制裁给拿掉 是 因为已经完全不合理了 对 印度你同样制裁 结果你这个免除掉 土耳其也制裁他 土耳其让那个人 不会做 不在自己关 这个国防的体系里面 也跳过去了 现在你面对中国 这么重要的关系 我刚刚所讲的 晶晶级这样的诉求 这个制裁 存在 还有道理吗 是啊 没道理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日本完全配合美国 介入了南海的军演 而且不止一次两次 而且呢 也加入了QAD 跟澳大利亚 在南海这个部分里面的活动 越来越频繁 那日本也提出来说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也就是美国有事 那也就是日本 他要把介入台湾的问题 后来安庭文雄上来以后 还特别说 台湾有事就是全球有事 也就是说 他日本要介入台海的问题 那演变到今天的地步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 开始反应了 本来过去大陆的 跟俄罗斯的联合军演 通常都是比较靠日本的北边 在这个地方举行军演 也就是已经很靠近 这个白领海峡 这个地方来 但是这一次的军演 已经选在日本海的中部 来做联合的军演 这个军演是以中国为主导的 所以中国派出是六艘战舰 俄罗斯派出是四艘战舰 而且还有就是海空的一体战 那这一次的演练的方式 就是中国的空军 先飞到俄国的空军基地 再由俄国的空军基地起飞 进入这个演习场 所以是海空在这个地方 举行联合军演的过程中 那当然他们的演习科目 是保持海洋通道的安全 里面有海战 也有反潜的作战 这个反潜作战刚好 就是美国的核动力潜舰 进入福山港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会 以美国的这个核动力潜舰 作为一个假想敌来去搜索 因为这个动力潜舰 它一定会离开福山港 离开以后要往哪里走 当然就是往治本海走 那因此如果说 他们的演练科目里面 去捕捉这一艘 那这个真的是 太好的一个机会了 因为这个得来全部费功夫 因为一个核动力潜舰 在航行的时候 它要花多少钱 然后你从福山港一离开 开始追踪你 然后定位你 去看能不能把你抓到 我觉得这个对于 他们的反潜作战能力 会有提升的 那当然在演练科目里面 一定会有封锁跟反封锁 的这样的一个作战 我个人认为这会成为一个 未来会成为一个常态的中国大陆 在日本海 还有就还日本全岛 举行这样的一种多层次的 一个联合军演 的这样的一个常态性 对日本来说 现状已经被改变了 因为当日本要介入台海 介入南海 你要改变现状的时候 你日本本身的现状也被改变 我觉得尹锡悦把美国的 这个俄亥俄级的核动力前线 引进来破坏了 改变了朝鲜半岛 无核化的这个政策 这个基本的主张被改变以后 我个人认为 朝鲜的国防部长 他讲得很明白 已经构成用核武攻击的 一个条件 所以韩国非但得不到 美国的核保护伞 而且把朝鲜半岛 带到核战的风险是升高了 隐形乐的这个做法 基本上来讲 我个人认为 长期来说 对韩国是不利的 并不是更有利的和安全的保护 国防大学军事研究所 这两个礼拜公布 在去年2022年 中国大陆总共跟外国 进行了六次的联合军事演习 中间有四次是和俄罗斯 另外分别和伊朗 还有叙利亚 这个去年的四次的联合军演 远超过过去的20年 每年大概都没有到达 这样的一个比例 很清楚 中俄的战略合作进行到 共同演习 共同训练 共同分享基地 使用基地的这样一个层面 这是李尚福才讲过的 某种程度已经进入到 中俄的实质军事合作 我还不敢讲联盟 但是西方国家 已经把它视为联盟 那特别是在亚洲这一块 当然你日本 美国在日本的琉球 冲绳 西南诸岛 不断地增加军力 跟飞弹的布置 然后呢 同时当然 中俄的联合军演 就表现在你日本的北方 有同样的军事的压力 所以去年的11月28号 日本自卫队跟美国的陆军 还有海陆的共同指挥所 他们叫YS-83 就以日本西南方及北方 两面发生争端 应该如何面对 同时发生争端 进行这个演习 所以我想日方跟美方 这次也很清楚 所以我们看到 日本不是最近有做一个兵推吗 找了美日台三方 后来发现到